大家好 歡迎回來收看 志熱限時 Season 1的比賽級 盧拉吉 好 現在進行到第三組對抗 是由黑石要登上施錄 是一個神打蟲的對抗 這個施錄錄我之前有說過他一次 他是不是蟲組啊 應該是吧 蟲組 蟲組 是大陸那邊的蟲組 現在 黑石 打蟲的實力不知道怎麼樣 但是他好像是 應該也是算是他 比較會的對抗吧 比如說神打蟲嗎 他現在應該是比較會打PVP跟蟲組吧 他應該是比較會打 人家打蟲組比較不會 他打蟲組比較有可能輸 比他低分 了解 但是CYOKI跟他分數畢竟 有一段差距 所以這把肯定是NICE開打 因為CYOKI頂多就5600 我收到他都是5700 我當時收到他大概兩個月前的時候 那時候收到他是5700 NICE是穩定至少也有6100 6100 6300以上 黑石打蟲 你一直講的NICE 喔黑石喔 對黑石 白石 黑石打他 那就 不用講了黑石 很會打蟲 你講的怎麼越講像是NICE 剛剛不知道為什麼扯到NICE 我就一直在想說NICE 如果是黑石的話 因為黑石最會打的就是重 黑石其實 你知道黑石幾分嗎 我不知道 6600 我知道他有3個帳號在 就是那個 排行榜裡面有看到有3個帳號他的 一個 一個 6550 一個6500 一個6300 那其實穩定 算是穩定在6400左右 對啊而且他那個6500不是 不是像NICE那個打 然後那個分數就不打 但是有在打 你幹嘛要特地表NICE啊 對啊所以 所以是 是 就是 真的是蠻強的 6500 雖然說他的打法 NICE的打法還是比較適合天地 不錯 其實NICE也是啊 NICE的打法還是有點 我覺得比較適合天地 你打比賽的話 人家知道你是誰 那 你其實 不太好發揮 沒錯 你看像那個 那個 太剛奧日 那個 NICE 抱歉 抱歉 算 算即是 不過確實啊 那個天地跟比賽是兩媽事 對啊因為你 比賽人家可以準備啊 按天地他都不知道是你 對啊 對啊 不過HAS 他 你要說他好針對嗎 其實也不一定很好針對 因為他的打法太飄了 嗯 對 他是 你只能針對他的風格 但你沒辦法針對他的打法 沒錯 對啊 就算你知道 他是 黑石 你知道他可能會怎麼做 但是 你還是很難打 他有一個他自己屬於的節奏在打的 嗯 然後黑石操作又很好 雖然說最近比賽艙 看到他的操作好像 好像沒有像以前這麼犀利 對 嗯 好 我們來看一下喔 今天的第三場比賽 SYOKES對上SYOKY 唉唷 這個SYOKY的那個 頭貼是那個敲本環那眼 你又知道了 我知道 我有在追齁 千年難得一見的美少女 你知道嗎 他的綽號 呼羅 好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第三場比賽的 第一張轉瞬即是 在地圖的右下方 是來自J Team的黑石 在地圖的左上方 然後是來自大陸的SYOKY 這個蟲族 我對他印象是屬於 放昭型 好 放昭型 你說在那個名魔卡很像嗎 不太一樣 名魔卡那個是 他那個是比較 奇特一點 他已經是走火路魔 走火路魔 不太一樣 走火路魔 對 可是我收到那個 又蘭蟲王大概4把 3-4把 他打我其實 我覺得也沒有說什麼走火路魔 就是 他如果有放招 就是一個神秘的 神秘的流程 對但他其實 正常打也很強 對 所以我會覺得他其實是 他的打法是漸進在 他基本功 就是對我來說 他基本功算好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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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劣勢來說 他沒有 沒有 沒有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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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好 但我還覺得他算不錯 就我跟他打起來其實蠻痛苦的 就多線啊什麼的 恩 好,這邊放了一個水晶塔 可是這邊其實 Siyuki已經是放下狗屍跟開瓦斯了 好,在三礦的地方放下自己的二礦 正常打,其實並沒有放光炮 還想說他可能會放光炮 應該是有機會就想炮一下 這張圖放光炮強嗎? 不強 可以啊,這張圖放Selo 只是他想不想放而已 好像也是這樣講,想放是沒有放出來的 他想放的話肯定還是放的 這個主角是不是兩個洞啊 是不是兩個洞啊,很大呢 再放一個三層三零 好,這邊教制換下去 發現沒有狗先殺兩龍再說 唉唷,這邊變得非常漂亮 一隻了一隻了,怎麼就再點一隻 一隻HES的操作是可以選 他的操作是連 NICE都佔育有加 就是他的教室全台灣最強的 控的非常的少 一隻教室換兩隻農民是可以接受的 感覺應該出現一隻吧 他只是爆一些短牙子 後面沒有繼續 他只是爆一些短牙子 你感覺咬的掉耶 有一圈囉 好,先知直接就飛到家 反正家裡有兩個教室在 沒什麼問題 阿?這樣被看到了 好像有被看到 欸?沒看到喔 喔有看到了 過敗吧,他直接飛頭上 好,看這隻先知有辦法做事 真的第一時間放下 然後一直飛過去發現 欸?怎麼沒有農民 好,我們先家裡放了VC喔 應該是要轉頭白球的打法吧 應該是要轉頭白球的打法吧 不確定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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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是這樣 可是他的VRM有...喔,教室 教室 因為如果說是投... 要投白球的話 他的VTR應該會再早一點 因為VT很快就好了 對 所以我剛剛在想 是不是...好像不是投白球 教室攻速 所以他等下要用大量教室加先知來打 再挑咧 快來不要去 好,這邊教室 欸不,先知殺了八龍喔 好,這邊兩隻教室又來了 欸可惜先後沒有做好耶 不過沒關係,再殺兩龍 對啊,他教室超煩的 對啊,他教室超煩的 這是怎樣 視野狼去是不是 你有看到教室走在往旁邊嗎 他沒看到 這很可愛 好,三方開起來 這邊是直接兩個VR下去喔 嗯 所以他這波教室只是壓制而已 他只是殺殺龍蜜 後面要轉那個大量不休者白休 往後起走 可是他這兩個VR有被對方的那個王子看到 嗯 但是 這一些教室可是要命啦 現在爆狗了 欸,我都沒有跑打一下 我是覺得搞不好直接死 他卡到好位子就贏啦 天氣教室 好,現在還不會死 但是會很傷 他以為他要飄醜 笑死 好煩喔 他狗先上去嗎 他又沒跳 好煩喔 好,走出了 死四弄也還可以 對不起,他也是爆了大量的角度 啊,這狗可以反打 哇 家裡又一堆兵了 看來沒有辦法 占不到便宜 你看這個工兵 工兵差的量有點多 工兵 540比45隻耶 知道怎麼打 拿來5隻哨兵 基本上這招打進來偏打 操作 神助長操作得OK 都幾乎不完 這毒爆是要炸誰 蝦也是有6多狗啊 喔,他從後面要包夾 用毒爆包夾耶,我的天 他這次也是沒看到耶 S的先知 他沒有反應的感覺 看到看到 被白吃了 太殘了吧 好,直接先刷他一波兵 大概擋不住了 這個如果說等等 用大量毒爆 教室就把他的分散站就好 放兩BF 再走 這兵差太多了啊 神助理裡面30人桶 真的 這個其實毒爆還是有炸到 但是兵力落差太大 不錯 剛有一發在正中間炸 還是滿傷的 如果 來個兩三顆 重拳就消失了 對 好,我們恭喜S先拿一下第一場比賽勝利喔 這樣主要是一開始那個教室有鬧到 對 然後後續接的那個也有鬧到 結果他幾乎每一波 做的事情都有鬧到一點東西 然後才會導致最後面那一波會差那麼多 從頭壓制到尾啊 幾乎是各個時期都給你的壓力 然後 過渡到自己的三況 惡不雄而兵 感覺上實力還是有一定的差距 當然 這兩個 一個5700 一個6500 差800分 滿多的 海神信使 第二場比賽要開始了 地圖是海神信使 海神信使 海神信使這張圖 很表 他的那個二礦的建築學 他有一塊那個雪地是沒辦法蓋建築物的 真的假的 對 那你是常常沒 白癡我就試過虧 我以為那個 我以為那個是可以 我以為那個是已經是邊邊了 結果我就沒有蓋 結果我就從那邊穿進來 呵呵呵 好 我們看一下第二場比賽 在地圖的右下方 是來自J-Team的黑色 好 地圖左上方 是來自 達魯的 SEAL Team 我忘記那時候是誰跟我講說我天地收到這個衝擊 重點他怎麼會知道我收到他 他有開實況嗎 不知道 他可能有看我打 就剛好看到我在玩 然後剛好看到我收到這個 你開實況的時候 你有會覺得你被ghost了嗎 有時候會懷疑 因為太巧 讓我那麼剛好 連續抽到 還好好的拳手 我最近一直覺得我被ghost了 你知道嗎 因為我的TPT打法 不是現在的主流 可是 可是我的那個ghost的感覺是 他們只來收我 但沒有看直播打 就我不會覺得他們看直播打 但我會覺得他們是故意外收的 因為像我不是說我TPT 勝率率很高嗎 我最近有降一點 可是很明顯就是 我的打法是 而且我是開條馬人 所以打電機是我開條馬人 然後 我是打個機場就換一下頭像這樣 然後 我的打法其實現在很多人類 其實不太會蓋Bunker 也不會 也不會 橫手的先速飛彈車這樣子 然後我最近打了好幾場TPT 都是 看到我的開局 就直接 放Bunker 然後 兩台彈車在後面等 這樣 超多 你的ID吧 沒有我 我用條馬人 你用條馬人 對啊我不是用chucky那個名字 你為什麼不用chucky 我原本用chucky啊 我後來又開了條馬人 為什麼呢 你都變這樣嗎 我一直都 我一直都會這樣子好嗎 你不是也有開條馬人嗎 對啊 對啊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 我忘初衷啊 那你沒有開條馬人 我忘初衷啊 所以我 好吧 而且現在是不是天台存在的開圖啊 有些真的很扯 有些我看 據說有 我看RP 我就覺得 他 是不是太神啦 但是 我不知道耶 就是據說有 但是 你會遇到啊 我不知道 我是有遇到 應該不多啦 我有懷疑的 有一兩個我有懷疑 然後就直接往那邊找 看呂布蕾如果有些很明顯 那就是啊 看那種啊 就是 偵查那種啊 原本偵查路線盧就是那樣子 然後就抽到網路 在那邊騙 不過還好 大部分是沒有 這場好像是直接觸碰 直接觸碰網 而且被偵查到 而且被偵查到 這樣感覺是蠻虧的 我這兩隻叫做是好煩喔 我這兩隻叫做是好煩喔 怎麼那麼煩啊 而且好像可以活一直走 五農欸 他殺五農 蠻賺的 但可以啊 兩隻叫做是殺六農 還讓對方拉了農 算算 你嘗試先用狗進來 哇 他這個地方就不能像剛剛那一場 就是他不是做一個大建築物讓他進來 因為你看那個白白的邊邊那個雪地 就是不能蓋建築物 就是你說很屌的那個東西 對啊就是你 把那邊不能蓋 超白癡 我已經被錶過一次 你知道那個 狗是什麼路進進來 就連著那個白白邊邊邊邊邊邊 好像是專門為他開的道路 對啊他就直接走那個白白 這樣子 走那個路間 你知道嗎 受不了 好這邊 兩隻 一隻教師 一隻先知跟一隻鳳凰 兩隻先知 抬一隻媽媽吸收火力 典農命 哇太爽了吧 哇 算很酸欸 我的天 欸 控好那個殘血先知在跑 唉唷我 也跑了 我的天啊 太神了吧 太神了吧 大十三龍 然後全身而對 我的天 三隻都殘血跑了 這時候蟲竹還不氣死 你看那個 黑石這個建築學 就是要打一波 你知道嗎 他根本就沒有要踩到瓦斯 你知道 我覺得現在 剛剛那個蟲竹超尷尬了吧 屋野 他應該覺得 怎麼會這樣子 等等 黑石應該是直接三礦一波推出去 他那個三礦 根本就沒有要踩瓦斯 他那個 必必就擋住瓦斯的路 嗯 好 來看一下這一個第二次 兩隻先知一隻鳳凰 先抬一隻媽媽 殺個媽媽 剛剛那個操作實在太好了 又賺一隻媽媽 那 如果是NICE來的話 你覺得會變怎麼樣 呃 我要對NICE 我信心啊 親者三天 眾者七天 畢竟他有一個 很響亮的TITLE TITLE 很響亮 直接從旁邊過去 可能不會發現 因為繞過那個遼望塔 然後路上 重圖好像是 好這時候再爆狗 但是好像有點 為死一晚啊 這個燒兵很多 一開始以狗 跟毒暴為主 只要立場沒失誤的話 有沒有冷靜啊 唉唷 唉唷 轟炸機 炸起來 有發現嗎 有感傷了 這太危險了 有發現了 我很傷很傷 很傷 整體到隊形 好 嘿 這個夾 夾不太休 他沒有很高 他卡了 很多位置 你知道嗎 對啊 小白熊很卡路的 而且 他沒有做金牌王蟲 你知道 他沒有做 金牌王蟲的話 他 他會去A到那個白熊 對到 三框掉了 這應該帶走啦 不過那個 少兵都沒有 沒有立場 等等 應該是有機會 把這波兵換掉 這波兵是有可能吃掉的 沒立場了 沒立場了 說好沒立場 幾乎都被炸光了 好 再刷一波兵 波兵就全部刷墜裂 刷墜裂比較好嗎 嗯 感覺起來是比較好 我剛剛想是不是刷教室更好 可是他教室也是沒客氣 墜裂至少跑比較快 對 對我超兵 最後一波 這波 很結實的 砸在那個 墜裂中間 不過一直都沒死 都殘血 打黑石你看 他是邊打邊 他釋放也開起來 他就這波壓制就是壓制 這波壓制 而且黑石都沒多少錢 不就很強 邊操作 然後邊開礦 然後也沒造成 不然怎麼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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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黑石的風格 跟其他韓國星歐比較一樣 不過 雙方十一確實有差 這個 5700分 跟6500 差了800分 沒錯 好 我們恭喜黑石以2比0 擊敗 消費 拿下這場比賽的勝利 從一開始那個 鳳凰 從一開始教室 到鳳凰雙先知 累積就殺了20 後續又不停的會有教室騷擾 他也蠻常做這件事 不然打哪一組 就是隨時會有教室飄人家 沒錯 他很多比賽都是 隨時都有教室往人家 他教室又空了 好像燒啊 後面 鳳凰殺完以後 後面就直接 那個 他也沒有等那個VC科技 他VC跟BF有下 但他沒有等他好 就直接用那個 沒有科技的BG兵 就過去壓制了 他們抓不太早 所以那個 剛剛Sylokin 應該是想說 伸出來的時候 應該會再晚一點 沒想到那麼快就來 所以他們並沒有做好準備 但是 HES上了重態後 他才發現 人來了 那時候他把所有的軟變狗 已經來不及了 但他應該是要提早一輪兵來守 那一波應該就有機會 因為HES畢竟是美科技 我可以說是HES他自己的特有技 每一波少都算是有取得一些攻擊 對 然後今天這一盤最高空的地方就是 兩隻先知跟一個鳳凰那邊 全部全身而非 那邊中了 那邊真的超專的 那邊13秒 好 我們恭喜HES最後2比0擊敗了 COT 拿下今天的比賽勝定 那我們下一場比賽 還是今天最後場比賽 還是有POJOE隊讓WIN 稍微休息一下吧